关战一把随便免啊 这个新版的涅兮我昨天关战了一把是谁打的呢 是那个S1影视 哎名字一下想不起来 那个大帅哥叫谁来着 哎呀 大哥居然不拿圣诞沙龙 我cost圣诞沙龙看到没有兄弟们 我连装备都准备好了 说得出做得到 来捶他 我先学习一下他的走位 到时候cost的更像一点 踹板 这刀起的好慢啊 放在手上面学习一下 等他跳完以后我跟跳 这波有抽刀的机会吗 哎呦 落地 咔嚓 学习一下动作 哎呦 啊可以 我做事情 哎呦闪现 我做事情还是很认真的 既然要cost我就得把动作全部学会 先学他的走路知识 出刀是横向出刀的对吧 好这波前期的一个击倒的话对于球者来讲其实这个局已经比较难打了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呢一个救人为是前锋前锋救人并不稳而且呢既然选了前锋那就会打在前期不占的优势的情况下这套阵容去跟聂西应打他 哎呦这波伤害还补上了那在前锋倒地双倒密码机的话现在也就两台半啊 两台半多一点点不到三台这个机子 有点有点难打了这个这个局就没有办法兄弟们注意啊这个局现在要怎么打呢只能硬打什么叫硬打就是拉拉队员来救然后硬保这个病患只能这么打你选择这个病患不救没法打 因为你机子不够 一定要救 救完通过操作去把这个局势翻回来 因为现在已经到了一个就是你正常打打不了三人开门战的一个局面你要这样打你只能你比如你不救啊只能寄击望于聂西下一波抓不到人 但是万一他抓到了游戏就结束了你不能堵他的操作食物你只能对吧寄 他没了呀这波人救不下来就没了呀 这随便免这不可以呀我无限跳一路哎呦 这新版涅西我之前是觉得主要他涅西的前期节奏没有增强的情况我觉得这个角色打到中后清真给他无限跳用处也不大 但是现在的话慢慢的我的一个判断就进行了修改了 因为昨天看了一把也是通过最后的一个无限跳把这个局势打回来的 然后今天现在的话呢这个属于是什么呢这个属于是滚雪球啊利用无限跳把这个雪球滚起来 拉拉队员一个加速啊 随便免打的有点好啊阿天啊阿天啊阿天啊手往下放啊 一个落地这个翻跟头我翻不了呀 现在我们来刷下机子啊前锋那边75这边86两台机子呢说实话你说不够也够了 但是核心问题这两个人都是半血怎么救人 涅西这边无限跳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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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蹦哇塞 好吧赢了 恭喜啊我的圣诞沙龙会在一月 哎哟我才1月2月份之前把那个视频做出来给大家的